近日,沈阳团市委动员组织沈阳市客运、地铁、机场、出租车等公共交通系统相关企事业单位青年志愿服务队联合开展抗击疫情、清洁沈阳、盛京使者在行动、清洁城市窗口及车辆活动。 青年志愿者在300余个公交车站、90余个地铁站、2000余台出租汽车以及机场候机大厅及安检通道实施联动,为市民提供整洁、卫生安全的出行环境。